好 侯友宜输了 接下来国民党的路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国民党前发言人肖静岩 今天凌晨在脸书开出逼宫的第一枪 他认为党主席朱立伦应该要请次负责 国民党也回应 这个时候如果要来谈分话的话 只会轻痛愁快 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也出面帮朱立伦缓杂 他强调败选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自己 他也希望朱立伦可以继续带领国民党改革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就从现实上面来看 国民党39席的区域立委 再加上原住民立委当中 战斗篮的成员多达了21席 也让赵绍康现在在蓝营的声望水涨船高 我们来看国民党青年团前总团长天方伦 就在脸书上面发言 他说这段时间最适合担任在野党领袖的 应该就是赵绍康先生 接下来应该要交给战斗篮 站在宣传车上扫街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顺利连任 向选民挥手谢票 2024大选 蓝营重新成为国会最大党 包括王宏威 徐晓鑫等人在内 在39席区域和原住民立委中 战斗篮成员就高达21席 让战斗篮召集人赵绍康 声望在蓝营内部水涨船高 被年轻世代点名 应该担任党主席 即使立委席次成长 但蓝营在总统大选 还是没能胜出 同样是战斗篮的国民党前发言人 肖靖言 14号凌晨在脸书开出第一枪 说球队战机不好 除了主将会被检讨 应该要反省之外 总教练更是会被开除 以示负责 因此朱立伦理所当然 要请辞党主席负责 还表示民进党只要败选 党主席就是请辞负责 难道国民党连这点 都比不上民进党吗 侯友宜出面缓家 云林县长张立正也在脸书表态 呼吁党内要收拾心情 尽速调整脚步 全力支持朱立伦主席 才能发挥最大在野党监督的力量 接下来国民党成为了国会的最大党 我们更需要团结所有在野的力量 若现在在台湾分化 都只是轻痛仇快而已 难以巩固党中央声浪同样不小 只是面对党内年轻世代逼宫 战斗篮叙事待发 恐怕已经让朱立伦感受到庞大压力 华人新闻即康张立正杰 曹卫生张德生 台北新北综合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